他今年39岁,却坐了25年牢 他曾在狱中杀了11名狱友 还组织过三次暴动和两次越狱 是一个有着领导才能的危险重犯 男人名叫丧彪 为了防止他再次越狱 警方要用飞机 将他运送至看管更加严密的监狱 然而押送的也并非丧彪一人 比如眼前的黄毛 只因他老婆给他戴了顶绿帽子 可他却是把老张人溢家给灭了 就连家里的狗都不放毛 可见他也是一个疯狂的杀人犯 接下来还有大块头老黑 以及兽皮猴蛋球 但这哥们却是个无忧果 面对嘲讽也能一笑了之 这些人都是十恶不赦的坏蛋 只有眼前的男人是个例外 他叫凯奇 曾经是一名特种兵 因为妻子被三名酒鬼挑戏 凯奇失手打死其中一人 这让他被关押了七年之久 而今天也是他假释出狱的一天 只是为了着急回家给女儿过生日 凯奇特意申请搭乘这班飞机 来到飞机之上 只见一般的犯人都被安排在客舱 而刚才出场的三名超级重犯 才有资格享用单间 随着飞机即将起飞 胖警长警告众人最好老实一点 可是话还没说完 就有刺头做出不懈的动作 在胖警长离开之后 手下便关闭隔离重犯的铁门 而单间里的老黑与丧彪便不老实了 只见他两从手掌抠出藏好的铁丝 并利用它悄悄打开手铐 而客舱里的兽皮猴也开始了小动作 他从口中扯出一根细细的长线 这吞入腹中的物体 就被他给拽了出来 原来是一根火柴以及一小瓶汽油 他把汽油滋在隔壁育油的身上 随后用手中的火柴将其点燃 一时间机舱内火光四起 趁着狱警忙着灭火 兽皮猴偷来狱警身上的钥匙 用来打开关押重犯的铁门 大块头老黑犹如猛虎出山一般 打了狱警一个措手不及 接着利用手铐的尖锐部分 以此挟持一名狱警 就在机舱乱作一团之时 副机长拿出武器准备镇压 只是刚打开舱门 他就被丧彪给制住 挣脱之时副机长连开两枪 致使两名犯人被当场射杀 在两人的继续争夺之中 副机长也被丧彪杀害 凯奇本想出手阻止 奈何他的手脚都被锁住 只能看着丧彪就此为所欲为 一时间犯人占领了这座空中监狱 狱警被手铐锁了起来 而犯人则是得到了一一释放 只是其中一名卷毛 却是神情十分紧张 在兽皮猴给他松开脚铐之时 藏着的手枪就暴露了出来 原来他是一名卧底警察 任务是接近其中一名毒贩打探情报 眼下身份已经暴露 他不得不停而走险 但他慌乱的神情 就证明他搞不定眼前众多的犯人 其中一名犯人还想偷袭 却被卷毛一枪打死 可接下来他也被丧彪给一枪射杀 虽然机舱暂时得以平静 但丧彪却也迎来了新的危机 按照空中监狱的原定计划 飞机要在中转站放下六名犯人 以及迎接十名新的犯人 可是原定下机的六名犯人中 有三人死在了刚才的打斗之中 为了不暴露飞机被挟持的真相 丧彪打算用其他人去顶替 可是死的都是白人 于是把机长和胖警长拿去充数 凯奇帮忙脱掉死去犯人的衣服 却发现卧底警察身上的录音机 于是他把证物偷偷塞进了胖警长的身上 希望警察能发现此物阻止飞机的起飞 本来凯奇也要在这下飞机回家 但是欲有小黑的糖尿病发作 需要注射胰岛素救命 不放心的他决定留下来照看小黑 而丧彪穿上预警的衣服 正是与地面警察交接犯人 胆大心细的他封住假犯人的口 这让地面警察毫无任何察觉 而新街上来的十名囚犯中 其中一人就会驾驶飞机 他来到驾驶时 并把飞机上的定位器给拆除 兽皮猴则是带上此物 随后在机场随便找了一架飞机 并把定位器安放在此处 而另一边的胖警长 此时已被送到囚车上 他不停制造动静 以此吸引预警的注意 看守的警卫当即用警棍教训他 这才让身上的录音机掉落了下来 然而就当警察察觉之时 飞机已经开始准备起飞 可是兽皮猴此时还在撩妹 见飞机正在跑道上急迟 他急忙追赶上前试图登上飞机 但下一秒他却消失在飞机的底下 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 随着飞机慢慢腾空而起 一场新的冒险旅程也即将开启 犯人劫持飞机的事件 很快传到了警方的高层这里 随后他们紧急调来三架武装直升机 并按照定位器前往追赶 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此时追赶的只是一架普通的观光机 而空中监狱已经改变了飞行方向 此刻正前往一处早已废弃多年的机场 那里有事先早已准备的另一架飞机 原来丧彪早就制定好了劫机计划 随后警察在关押他的监狱中 找到了丧彪策划的手稿 这也证明丧彪的确是一个 有着非凡领导才能的罪犯 眼下飞机还有71分钟即将到达废弃的机场 可驾驶员却发现机轮似乎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随后让凯奇来到机舱底部进行检查 这才发现是失踪的兽皮猴卡住了机轮 看着机舱下方掠过的城市 凯奇于是在兽皮猴的衣服上留下线索 接着就把尸体给推出了机舱 但突如其来的高空坠尸 使得地面的车辆遭遇突来横幅 赶到的警察发现响起 于是把电话打到了联邦探员小白这里 他猜测罪犯中肯定有正义人士 于是通知追赶的直升机赶紧掉头 并安排警力前往拦截 自己则是驾驶车辆急忙前往废弃的机场 当小白率先赶到废弃机场 空中监狱也已到此处 由于跑到年久失修 飞机降落的也并不顺利 最后还深陷泥土之中 这才得以停止了下来 当犯人全都走下飞机 一侧的仓库便驶出一架小型客机 然而小白却是控制掉它 使得飞机尾翼被成功击毁 加上支援的警察已朝着机场赶来 丧彪指得让众人先将空中监狱给拖拽出来 随后从机舱底部找出大量武器 并让众人在附近布下埋伏 为飞机起飞争取更多的时间 然而当军警靠近之际 犯人则是猫在暗处发动袭击 这样军警一时间也不敢大步靠前 然而就在双方火拼之时 其中一名叫强尼的犯人却是独自走向机舱 如此生死存亡的时机 他却是想着被关押的女预警 就在他要得手之际 回来的凯奇及时将他制止 随后并把墙尼给锁了起来 然而三架武装直升机也是姗姗来迟 丧彪见状连忙让众人撤退 随着驾驶员启动飞机引擎 空中监狱便开始移动了起来 但是有人却是把绳索绑在石墩之上 显然是不想让飞机就此离开 丧彪一边思索 一边用武器将石墩击碎 随着飞机成功起飞 犯人们又在机舱内狂欢了起来 可他们并不知道 此时三架武直却是朝着飞机赶来 其中就有探员小白 他们本想击落这架空中监狱 但是考虑到机上还有无辜的预警 于是便一直尾随其后 然而得空的丧彪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警察能追到这里 显然是这里一定有警察的卧底 丧彪现在怀疑的人只有两个 一个是被关的女预警 另一个则是凯奇 就在凯奇要承认之时 小黑却是站了出来 因为他不希望凯奇的女儿因此失去父亲 丧彪随即给出一枪 好在并没有直接击中小黑的要害 但这也彻底地激怒了愤怒的凯奇 他迎面击倒一名犯人 加上此时身后的直升机也发起火力打击 这让丧彪有些自顾不暇 凯奇也抓住时机 一路朝着驾驶室走去 他关闭阻隔的铁门 将丧彪拦在外边 而凯奇接着控制驾驶室 并让驾驶员找个地方迫降 当飞机慢慢接近城市的上空 随后找了一条笔直的车道 最后在一家酒店的门口慢慢停止了下来 如此一番成功迫降 致使整条街道一片狼藉 当地警方迅速将这里包围 成功拿住想要逃跑的犯人 而受伤的小黑也得到了医治的机会 然而眼下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只见丧彪和两名犯人从机舱底部逃跑 几人偷偷爬上消防车 本以为能神不知鬼不觉 但还是被眼尖的凯奇和小白看见 他两骑上一旁的摩托 并迅速地追赶上前 丧彪见追赶的警察越来越多 随即打开高压水枪 以此拖缓被追的距离 然而凯奇却是加大油门 当他接近消防车尾 一把抓住云梯 而失控的摩托则是撞向了一旁的老黑 来不及躲避的他 被摩托车的爆炸给击飞 丧彪见状找来一根钩子 却是被凯奇一把抓住 随后反手扎向了丧彪的腿 这让他痛得嗷嗷直觉 凯奇爬上消防车 并用手铐将丧彪锁住 而小白这时也攀上驾驶室 利用斧头凿开一个缺口 随后拿出高压水枪 转眼一个瞬间的功夫 驾驶室就被灌满了水 犯人也被甩出了车外 眼看车辆已经失去控制 小白和凯奇纷纷跳车躲避 只有丧彪无法逃脱 靠着车辆的惯性 丧彪被甩飞数十米开外 随后又落在高压线之上 就此没了任何生命气息 最后凯奇终于与妻女重逢 而电影也到此就接近了尾声 《空中监狱》上映于1997年6月 属于当时暑假时期的票房冠军电影 虽然影片中有一些情节略显牵强 但整体来看 它犹如一场太空跳伞 让观众紧张兴奋 直到最后一刻才松开了紧绷的神经 如果你喜欢动作片和惊悚片 那么《空中监狱》绝对是值得一看的好电影